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赵 这件事只有你能帮忙了 冯董这几天 有点吃不住劲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我辞职了 这个忙 我真的帮不上 小赵 冯董对你跟我们 跟以前所有的员工都不一样 我来的时间虽然不长 可没见他这样过 上次冯董从你这儿走了以后 就病了 病得挺严重的 每天不起床 开始长乳疮了 癫痪病人血液循环都差 他不让人进屋 不让人在他睡着的时候帮他翻身 一天只醒一次吃一口东西 现在公司大大小小的事都需要他处理 都已经乱套了 您无论如何去看看他 哪怕你去了帮着做点东西吃 冯总知道了 也能吃一口点 我不会去 小时 那天 我说了什么 做了什么 你也都是知道的 冯总怎么想 跟我已经没有关系了 他不想见人 你可以给他个电脑 让他对着电脑 去跟网友聊天 公司 冯总有的是钱 就算他再病个一年半载的 公司也倒不了 至于他的病 我不是大夫 也治不了 所以 哪儿有病 就让他治哪儿 该治乳疮治乳疮 该看心理医生 就看心理医生 其他的 我什么都做不了 冯总怎么样 他没说话 怎么样 不罢我吗 你就放心吧 像他这样的病人我见多了 比他严重的我都治好了 他就拜托您了 冯总的病交给我吧 冯总 给您请的心理医生来了 冯总您好 我是著名的心理咨询专家 我是来给你做心理疏导的 听说您病得挺严重的 我是来给你做心理疏导的 你快快快 咱怎么试试 冯总 您别生气 请心理医生这个事 是赵一琴的主意 他说 让您多跟这个心理医生谈谈 对您有帮助 他还说实在不行 让您多上网 咨询咨询 对您也有帮助 莫水 赶紧吃饭吧 你先吃饭没饭 可不 都这个点了 你先去吃吧 好嘞 您也抓紧去吃 嗯 进 霍凯燮 忘了 怎么会吃饭去啊 不 减肥呢 减肥 你这么瘦还减什么肥啊 是 心里有事吧 你说 人会变吗 那你当然会变 谁能保证自己这一辈子都一个样子 但有的人怎么会 突然就变了 变得你好像 完全不认识他 你是说沐建峰 其实咱们俩吧 对待好多事情 应该都放下了 你不用开导我 该放下的我早就放下了 好赖不赖的 他好像快把命搭上 让你看见了 你也不能当做没看见吧 那你就更应该做你自己能做的事情 命运这种东西 不是咱们能够左右得了的 大夫 你现在好像个心理专家 我呀还真的去了一个 网络的心理治疗热线 每天就听了那些 情感上有问题的人 讲述他们的故事 碰到一些想不开的 我还会开刀开刀他们 也有点私心吧 也有点私心吧 也是为了 开刀开刀自己吧 管用吗 其实他们就是缺少一种 别人可以倾听他们声音 但又不伤害他们的人 能开刀的呢 我们就开刀一下 但真是碰到那些 连自己都解不开自己心结的人 谁帮助都没有 没关系 莫主任 急诊科转来一个病人 情况非常紧急 您赶紧去看看吧 我先帮她 好 二十一块 快点 你给咱俩聊着 你先点 好 这两句不许介绍 来 不好意思 就在众人 对沐建峰所作所为 疑惑不解的同时 他真正的计划 开始了 莫主任 您没事儿吧 我只需要二十四小时前护 有任何情况随时通知我 辛苦你们了 好 莫主任 您没事儿吧 莫主任 您没事儿吧 我只需要二十四小时前护 有任何情况随时通知我 有任何情况随时通知我 你会上哪儿 我一定会在哪儿 我和你转发 有任何情况随时通知我 也有任何情况随时通知我 都没有任何情况随时通知我 您的任何情况随时通知我 你会变得任何情况随时通知我 你会变得任何情况随时通知你 听不听得见吗 您还在线吗 喂 喂 你好还在线吗 拿去吧 还有事吗 郭总 今天总部打过电话 说对咱们内地市场的推进工作 有些意见 什么意见 还嫌慢呢 这是能快得起来的事吗 这样 你去告诉我 我有我的打算 目前瑞克在收购的企业 都是国内有技术专利的 他们很有可能成为瑞克以后的竞争对手 我们现在花一点时间吃掉他们 对咱们瑞克白利而无遗害 去吧 好的 郭总 好 好 我知道了 郭总 华耀通讯的沐建峰厂长来找您了 在哪儿啊 会议室 不着急 亮着他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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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继续 我是想 在我们的条款里面 加一条 工人安置的条款和方案 牟总 华耀 我之所以出这个价钱买 正是因为看上你们华耀 还算有点技术和专利 至于那些工人 那我可管不了 你可千万别把这些麻烦 还甩给我 这些工人还真不是麻烦 他们是熟练工 经验丰富 就算你们以后 上了自动化的设备 以他们对设备的了解 他们也可以转岗 再高精尖的企业 生产出来的产品 也是需要维修售获的吧 牟总 你说你做活菩萨 他们给你烧够香吗 不还是那石头扔你吗 总之呢 我这儿啊 不是慈善机构 条件就是这么个条件 成就成 不成就算 但是以我的估计 目前华耀的状态 大概还能撑 我想想啊 一个月 他就能撑 他怎么看 他不得了 他就不得了 他就不能监 你说得对 华耀要是不卖的话 很快就会破产 可是卖了的话 如果工人无法安置 也会被拖款 既然郭总看上了 华耀的技术和专利 那你必须要付出点代价 反正我卖了也是死 不卖也是死 干吗不争一口气呢 与其陪你当成是要饭的 不如给自己保留点尊严 老板 死也要死得漂亮一点 你说是不是 那这样吧 你要是能把工人安置好的话 我总将再给你讲一程 两个程 一点五 就这么定了 这也不咋好喝 这有钱人都这么口 吐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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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呀 我 怎么 是你啊 舒教授 听说您病了 我过来看看您 等等 我受不起 华耀的事情 我想跟你解释一下 对对对 不用 华耀的事 你别再跟我提了 我跟华耀没有关系了 我辞职了 退休了 华耀的事 舒教授 我有我的想法 您好 我是新闻网101号心理咨询医师 很高兴为您服务 喂 您好 请问听得见吗 您还在线吗 您好 您好 请问 您有什么需要帮助 或者咨询的吗 我们是专门为了缓解 现代社会 人们在工作 以及生活中产生巨大压力 而开设的心理治疗网站 有很多种治疗的方法 您可以把你的基本情况 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 选择针对性的治疗方案 来对你进行心理 辅导和治疗 我是个残疾人 但我也是个成功人士 我并不觉得 你们可以治疗我现在的症状 这位朋友 其实 越是成功的人 心理上承受的压力 就会越大 如果你是残疾人 又是成功人士 那你承受的一定不是常人 所能够做到的 能够借通我们的网站 一定是生活中遇到了 非常大的困难或者挫折 如果你准备好了 可以告诉我 你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或者说 让你真正困惑的原因是什么 我 应该说 是个人生活和感情出了问题 颠覆了我对成功财富 权利等等概念的认识 我现在对周边的一切都感到厌倦 对已经获得的成就和财富感到麻木 对明天将要做什么感到迷茫 也缺乏方向感 因为你的情况比较特殊 我想知道 你的正常生活也受到影响了吗 你是 残疾人本身的身体状况 比正常人要脆弱很多 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 假如你不忌讳的话 你可以把发生的事件告诉我 当然 如果你还没有想好也没有关系 你什么时候想好了 可以随时告诉我 你没一个女人 她跟我过去喜欢的 她有过关系的女人都不一样 也是这个女人让我哪儿有病砍哪儿 我知道 她是在那拒绝我 但是她说了 我就想错 她是在那拒绝我 看来这个女人 在你的生活当中很特别 是啊 我以为 像她这样的女人 我是不可能喜欢上她 但是她颠覆了我对很多事物的看法 甚至是自己 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 你这是干什么呀 她让你打你的打 没有人愿意坐轮椅的 那一定有很多的逼不得已 你知不知道她这一句话就出到我的心里边 我原先还以为自己是一个冷血动物 不会对任何人有感情 可是我见到这个女人没多久了 我就感觉对她有一种依赖 也许是信任 甚至是希望 你们这儿谁是晚事儿的呀 师傅 来个修车的 什么事儿 修车啊 卖车 我看看啊 你这车倒几回手了 数不清了 你这车倒几回手了 我听这声音 数不太对 换不少配件了 你知道你这车哪儿最新吗 也就这外壳还凑合呢 你就说能卖多少钱吧 我这说少了你不乐意 说多了我买它干嘛呢 你还是送电影厂吧 什么意思 我说啊 你给人送电影厂 还能当一道具 那你说个数 我保证不生气 十万 多 多少 你抢银行的 一万 多少 一万 不行 太少了 不行 拉倒 一万五 一万 一万三 就一万 一万二 你这人的磨叽呢 不卖拉倒啊 行行行行 一万一 总行了吧 但是我全部要现金 你手续带了吗 带了 走 里面签合同去吧 如果你没有改变主意 就没有必要再来找我一次 我来找你 是想跟你说清楚 希望你能理解 对 你说得很清楚了 我理解不理解 有那么重要吗 就是因为重要我才来的 哪怕你不理解 也请你不要那么愤怒 我只是想提醒你 眼前的如意算盘不是那么好打的 你不要忘了 对面跟你算账的人是郭东海 你居然相信 他会跟你合作 说到底 这个场是你的 你有权利一意孤行 但是如果你非要让我投赞同票 对不起 不可能 我希望你理解 并不是来争论你的同意的 并不是来争论你的同意的 这是什么 你什么意思啊 我说过 你的股份 我就算砸锅卖铁我也会退给你的 这个 是我替你拟好的退股协议 今天我先还你一个零头 剩下的 等到这个事情了结了 我一次唤醒了 我希望 你离开花样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知道 这就是你报答我的方式 是啊 是我现在看不懂你了 还是我压根就看错了你啊 我不认为我的前路是平淡的 在这条不平淡的前路上 我不希望你是跟我吃苦的那个 我不希望你是跟我吃苦的那个 你是推开我的意思吗 是不像你探风险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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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还真是想不到 不想你探风险的 glad 来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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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我有事吗 没事就不能叙叙旧了 要是没什么正事 我就先回去了 我今天还挺累的 都这么晚了 怎么没人送你回家呀 你不用拐而抹角的 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 我还是单身 没有人需要送我 我也不需要别人送 也不用这么敏感 我没别的意思 真的 我只是替你不值 因为咱俩一样 都是为了一个人 倾其所有 但到头来呢 什么都没换来 值不值得 就不劳郭先生费心了 还有 我和你不一样 是吗 可生活骗不了人哪 你自己说说 离开我之后 你的笑容更多了 有吗 看你眉头不展的样子 莫莉 你怎么还不肯醒啊 你到底要跟那个男人 纠缠到什么时候 你才罢休啊 咱俩毕竟负气一场 我是真的不想看到你 在做弯路 明白吗 咱俩毕竟是负气一场 我也算是了解你 你不是来续什么旧的 你是来探听虚实的 对吗 郭先生 我来探听什么叙事啊 沐建峰要卖华药厂 你觉得有蹊跷 又抓不到马脚 所以到我这儿来试试 看我知不知道情况 是这样吧 我是莫莉啊 我怎么以前没发现 你这么精明 是 沐建峰的底细 我当然想知道 但是我郭东海 还不至于为了他 来找你 再说了 你也未免太高估 他在我心目当中的价值 那他在你这儿 到底有什么价值呢 你非要盯着华药厂 我真的太好奇了 看来是你想从我这儿 打探点什么消息吧 就算是吧 好 我可以告诉你 华药有技术 指导 我还实话告诉你 华药有宝贝 但是那个宝贝 如果要放在华药 那么个小地方呢 那就太浪费了 要是放到瑞克 他的价值 至少翻几十倍 魏实话告诉你 华药的技术核心 是书教授 华药再小 他愿意去救 瑞克再大 他不一定愿意留 所以说 我更得收了他 至于那个书教授 和沐建峰 他迟早是我郭东海的 能种植 想要的就一定要得到 得不到就毁了 还真是郭先生 一贯的座牌啊 情场 商场 都是战争 抱歉 我就不参战了 华药跟我 没什么关系了 晚安 暗 Music 暗 Music 暗 Music 暗快 暗 Music 暗 Music 暗 Music 暗 fer 郭东海的出现 是茉莉突然明白了 沐建峰这么做 一定有其背后的深意 她也知道沐建峰 是在保护自己 免受郭东海的骚扰 可茉莉不能接受自己 被沐建峰排除在他 事业生活之外的这个做法 无论成败与否 他都要与沐建峰共进退 书总工呢 这两天身体不太好 我已经去找他谈过了 这是他的委托协议 我现在有权替他投票 好了 赞成跟瑞克签并购协议的 请举手 这是我的一票 这是书总工的一票 今天 我是来求你们的 我求你们一定要支持我 我同意 老孙 我知道你对我沐建峰 忠心耿耿 所以我感激你 我敬佩你 老孙 既然你信得过我沐建峰 就再信我一次 承承 我只希望你最后相信我一次 去吧去吧去吧 我谢谢大家了 谢谢 现在我宣布 全票通过 全票通过 权替人 到满车 我了 我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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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来 给我装子 来一起玩啊 你 我装子 对 你 上次被我下破挡了吧 胆小鬼 胆小鬼 等等 梁涛 怎么 想打架呀 玩去玩 谁怕谁 怎么 怕了 我怕你 上次是我脚下留情 这次我饶不了你 把球给我 咱俩 熙 儿子的胜利也给了穆建峰信心 他坚信自己的计划天衣无缝 现在自己和华耀长离胜利就差临门一脚了 时间正门关键 你们两个也一起玩了吧 你再茶 沐总 知道吗 在所有被并购的公司当中 我给你们华耀的条件是最好的 所以说 你很幸运 幸运 对啊 当然 这很多幸运的人呢 往往 都不觉得自己幸运 那我还得 谢谢郭总 不用客气 谁让咱俩有交情呢 沐总 沐总 还端着呢 不好意思 我都没注意啊 我知道 你和华耀呢 有深厚的感情 但是 当断不断 反受其乱呢 所以说沐总 干脆点 嗯 我总觉得吧 好像还缺点什么 缺点仪式 你要什么仪式 在这么重要的时候 总得喝点酒啊 酒